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宇杰 我是书宇 那今天呢我们又要跟大家谈一些关于就是时尚的事情 那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些类似的单集 像是关于断舍离啊 或者是我们有访问小麻雀的店员陪陪 然后跟她聊了一些关于永续时尚的议题 今天很开心我们可以跟OP的Charlotte还有Alice 可以一起聊聊我们对于永续时尚的看法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品牌 对 让我们先欢迎OP的Alice跟Charlotte 嗨 大家好,我是Charlotte 嗨,我是Alice 那你们可以先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OP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吗 OP就是一个提供大家就是可以透过租借或者说买二手品的方式 然后体验不同的传达 就其实你觉得精品包可能很贵但你也可以在上面足道 然后去变换你的传达 就不会说因为价格的原因只能一直穿一样的东西 这样 那除了包包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衣服鞋子其实全部都有 那我们目前都只接受品牌的商品 这样子 对 是希望那些品牌都是有遵守环保的原则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Alice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今天会特别来聊一下 漂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其实我很少听到就是中文的这个词汇 我比较常听到是就是很多国外的YouTuber会聊到Greenwash 就是很多品牌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行销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来聊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漂绿的话其实就是很多做不管是时尚业还是任何产业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行为 那他就是把一些比较永续经营的口号放在自己的行销文宣里面 但是他实际上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消费者是无从得知的 那他会利用这些比较给大众好印象的标语去让你相信说 哦他们是一个有在遵从绿色产业的公司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其实还蛮想知道说Charlotte跟Alice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Greenwash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你们自己平常假如说有对品牌有兴趣的话 你们会怎么样去确定说它是一个可能永续经营的公司这样子 嗯嗯 其实要怎么确定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品牌还会提供你它的数据 那它的数据是怎么来的你没有办法控制 那其实我觉得漂绿会出现是因为快时尚的星期吧 快时尚一开始会出现就是因为大家想要买大牌的设计嘛 但是大牌设计第一价格高 再来制作时间非常长 那一般民众根本没有办法去消费这样子的价格 所以快时尚就出现了 比如说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些品牌 它们打版速度就是非常快 它们每一季绣场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穿到差不多的东西 所以快时尚就爆红了 那快时尚爆红之后开始 你知道一个议题延烧久之后 大家就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出来 大家就会开始说哦不环保啦什么什么的 那不环保之后那些品牌就会开始打着说 哦我们会用永续的材质去做 哦我们的皮革全都是素皮 那其实漂绿的问题背后就包含了可能说素皮 它说它不用真皮 但其实它是用石油制的 那你制造的碳排它布定比较少 它影响环境的方式可能是另外一种 那再来比如说在环保材质 可能说回收的塑胶啊那些 它其实做成那件衣服之后 它一样是一个垃圾 因为它最后只能掩埋 它没有办法再利用 因为它不是棉花 对 那所以漂绿就是会有这些问题 漂绿其实还有关系到关于人力的部分 衣服会那么便宜 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制造的过程成本压低了 你可以想象就一件衣服如果它是精品制造的话 那些工人他会给予一般正常的薪水 就是可以负担起生活的 但是很多是给予过低的薪水 所以去压低你这个成本 那我觉得大概 漂绿背后就是会有这些问题 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 大众应该都知道 最近几年血汉工厂这个话题 非常的热门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为什么衣服可以这么便宜 就是因为它人力压得很低 先不论材质或材料好了 因为其实大牌子 真的大家要买的不止是它的设计 还有那个手工精良的部分 就是皮革是师傅这样子慢慢去缝出来的 缝到手都破皮啊什么这种 就是你会觉得非常有人的味道 可是筷子上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机器做出来的 然后他们的人工也压得非常低 所以他们价钱才可以低廉到 是大家轻易买得到的设计 对 那其实就是 这是讲比较低价产品的部分 那比如说比较高价产品 一些品牌价值比较高的 它为了品牌价值 它其实会把过际的商品 就是爆销掉 就是大家不会知道 大家想说怎么永远没有打折 就是因为那些东西也不会再流入 凹累了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它制造出来完全没有被使用 然后就它也是一种消耗 不管它的价格在哪 不管它的定位是什么 哇 我不知道他们会这样处理过际商品 我以为 行销了一部分 哇 我以为过际商品是会 就是他们会把它拿出来再销售 或者是可能再去做处理 然后再欣赏试之类的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品牌 也没有在奥累见过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哇 为什么不拿去捐给有需要的人 它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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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会 这真的还蛮浪费的 嗯 有些人买一件商品 就是为了买那一个 尊容感 那它如果把这个东西平民化之后 它就不再具有这个特色 所以它不可能这么做 嗯嗯嗯 对 而且因为前阵子我就有注意到 就是有些品牌可能会说 它会收集 就是那个品牌的旧衣服 然后它 就是假如说你捐了很多的话 它可能会给你回馈金 然后它会告诉你说 你捐了这些衣服 它会再制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会觉得说 哎 那这样很好 我买东西的时候 我还可以做好事 然后把我旧衣服捐出来 然后之前我就是有在看到一个 算是一个专区吧 然后就是很多 员工会来就是爆料一些小秘星这样子 他们就说 哦没有啊 基本上你捐过去的东西 他们就是拿去全部丢掉 就等于是它是一个 让消费者感受良好 可是实际上可能 大环境其实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子 那我觉得消费者知道之后 也会很难过 因为他当初捐那些衣服的时候 也是想说 哎 我希望可以就是 更永续一点的购物之类的 嗯 对 其实就是变成一个消费的噱头啦 嗯 你们自己如果说 就是对于一个品牌 有兴趣的时候 你们会就是上网 尽量去找一些就是资料 然后来确认说它是一个 就是例如说它的背后衣服的制程 是比较永续一点的吗 嗯 大概都会稍微注意一下 那可能像有一些品牌 它除了环保方面 它也会就是跟你强调说 它的人力一定确保拥有一定的工资 不是压榨过的 那其实大家稍微找下资料都可以知道 嗯 但因为资料大部分都是英文化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台湾的民众可能会不太想要深入接触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必要的 嗯 就是这个品牌它是不是永续可以上一个网站 叫Good On You 然后它是Emma Watson创立的 就是它是创始人其中之一 然后它其实这个网站里面就是 你可以输入说 比如说Zara Topshop H&M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的品牌 你可以去看到它说 它在永续这一方面是不是做得够好 嗯 对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查一些品牌的话 可以上GoodOnYou.eco这样 哦 OK 好 那我们刚刚稍微聊了一下 朴绿的这个概念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就想要跟大家就讲一些比较实际面的 因为毕竟你知道就是朴绿的东西 其实你在网络上其实也没办法真的很确切知道说 好 这一切是不是真的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或者是这个品牌是不是真的 对环境是不是做最好的决定这样子 但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如日常生活中啊 在传达上面我们观察到一些趋势 然后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 适合自己还有真的比较好的品牌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可以先聊一些比较有趣 就是我们可能观察到的一些最近的趋势 或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些潮流 或者是传达的风格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会跟流行的人 所以我的穿衣风格就是舒服就好 然后颜色搭配OK 我就可以接受 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去很认真研究一个时尚品牌 它的背后是就是它的公司理念是怎么样或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买得到我需要的东西就OK了 所以可能在greenwash这方面我就比较没有研究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你现在在市面上看得到的衣服都很难保证它是永续被制造出来的 所以这都是需要你再去多做功课 如果你真的想要完全贯彻这个理念的话 那或者是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去更多的二手市集 或者是二手商店去购买 对 那像最近的话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去西门町有一家叫 Second Street的二手店 那它是日本来的 然后它的衣服就是跟一般你在台湾会看到的二手小店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衣服感觉是真的民众去捐在那边 然后让人家卖的 所以它的价钱也非常低 它一件毛衣可能才一百到两百块 然后甚至它有卖一些品牌货 就是像我上次去的时候 它就有在广播说他们现在在招 主要想要招募的商品是chanel啊什么这些这样 所以其实在店里面你还可以看到食品 然后他们价钱也是非常低廉的 那它这店面在西门町大家可以去 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逛逛看 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要推荐一些品牌 就是它的可能背后的就是衣服的制程是永续性的 我自己是有追踪一个瑞典的YouTuber 她叫Julia Dang 然后她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创了一个品牌叫Dangs.com 她是一个越南裔的瑞典人 然后我觉得她这个品牌很特别 因为她自己本身是YouTuber 所以她就有把她去越南找材料啊 像是布料市场的那种搜寻的画面 跟她去越南找工厂 然后确保说这个工厂是比较小型的 然后她的工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待遇 这样子的一个工厂去制作她的衣服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的是 因为她的衣服其实没有到很贵 就是她一件马甲 就是她差不多一千出头 我觉得没有到非常贵 比起很多其他永续的 等一下一千台币吗 之前特价的时候 我想象原价多少 她的马甲或是她的裤子啊 西装外套这些 最贵最贵大概是三千出头 然后最便宜的话也有一千出头 所以我觉得刚好她有把她这样子的制作过程 都有放在她YouTube上是一个非常透明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比较愿意相信她是有在注重这方面的 而且因为她自己本身有在分享一些穿搭什么的 所以她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不只是身为一个商家 也是一个算是网红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她还会影响她的粉丝啊 然后去更有意识的去购买东西 对对对 而且她的商品就是很辣妹系 所以我就很喜欢 对 那我想要就是问一下Charlotte跟Alice 你们自己平常对于时尚观察 还有你们自己喜欢的风格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也是穿的比较简单 但是我喜欢从小细节去变化 那我觉得提供大家一个尝试型风格 比较好入手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从比较小的单品去开始 一个新的风格 你就要比较不会全身 可能你今天想要尝试一个印花衬衫 你就是尽量只有那一件是新的 然后你其他可以去你本来擅长的领域这样 你就不会全身这样好像很恐怖这样子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那要尝试型风格的时候 就还要去夺消费一件 有可能试了会失败的衣服 那其实我们平台上就是有很多不同风格的衣服 有很多设计师品牌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体验不一样穿搭的时候 可以考虑在平台上先看一下 然后用足的 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这个方向 不适合这个风格 你就可以不用再穿这种衣服 因为你就不会想说你买了都不穿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另寻别的风格 你喜欢的这样子 而且这样子穿搭也比较多变啦 比较不会有很多闲置的单品在你的衣橱里面 因为你们最近年末的时候 有推出一个是派对的系列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派对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要打扮得比较浮夸 可是因为我之前有经历过 就是大学要办一些浮夸的派对 然后我就去买了那种两三千块的礼服 但是我这辈子真的是穿那一次 因为它是紧到你真的没有办法走路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 因为我是喜欢它的 可是那种礼服你也不可能说两三个月就穿一次 所以我觉得它就很需要 而且很适合用足的 重点是它上了Instagram之后 你就会没有那么想要穿第二次 对 没错 因为就全世界都会记得你穿过它 对 所以这样子就很为难一个partygirl 如果你的局很多 请上OP 谢谢 而且因为我觉得特别是设计师品牌的衣服 它的记忆点都非常的高 不管是印花还是它的剪裁 其实你穿过一次都很容易会被大家记得 真的 然后你如果又不会就是多用一些其他的单品 去做搭配的话 真的每次穿出去大家就说 诶 你怎么又穿这件 好像你没有新衣服一样 对 但是就是其实是你可以去平台 然后找到更多符合你风格的衣服 或是你想要尝试的话 上面也都有非常多选择 对 我觉得有点像是 如果大家有想要投资那种 就是名牌包 或是质感比较好的衣服的话 你一定会想说 先穿穿看或是先背背看 是不是真的很爱它 因为你总不能说好你八万撒下去 想说不适合那就永远放在那边 这样就很可惜 没有 又或者你八万撒下去 不适合你也可以放到OP上面 对 好聪明喔 真的 因为其实你去专柜 他不可能说 好啦 那这个包 Chanel 先借你背背看 像试车一样 就不能这样 对啊 就柜姐已经会 他不可能让你试背 对 让你试带回家啦 对 可是我觉得大家在消费的时候 尤其是这么大别金额 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 那你可以去平台上闲试试看 这样子 那Charlotte你自己呢 你自己对于时尚的观察是什么 我很好奇 我个人喜欢比较简约舒适感 就比较classic 对 比较classic 然后注重的会比较是它的材质 因为我希望它 就是你穿到你觉得你喜欢的style 它可以穿很久 不会一直说洗一洗就坏掉啊 还是什么的 所以我会比较花多一点钱去买可能设计师 然后可以穿很久的这样 对 那我觉得像派时尚那种就是真的 它外形可能长得很像 设计师可是真的是洗三四次 它就会行 就是会有点歪掉这样 对 就会很可惜 那你刚刚那件大学的party dress呢 要不要放上来 后来我直接送给我表妹 因为就是他们之后也会办一些派对什么 像说好 就送你这样 一个传递的感觉 对对对对 这也是永续时尚的方式其实 对啊 因为后来我就很热爱就是买二手衣 所以如果我自己有不常穿的衣服 我可能就是会拿去二手衣店也去买掉这样子 因为像我自己真的之前参加过一些比较正式常买的裙子 我都觉得说我买了这样我以后还会穿 但真的没有再穿过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应该也知道这状况吧 很常买了然后就闲置了 亲身体会 对啊 就最多的就是谢诗验会穿的衣服啊 对 但是有时候有局什么的 就也会想比如说圣诞节已经要来了 你不会想穿的跟上一年一样 因为照片会很明显 对 那你自己呢 你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我自己因为我喜欢买二手衣 然后因为刚好我就是最近很着迷Y2K的风格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Y2K当然跟当时2000年的 是有一点差别的 就是我那天才看到一个YouTuber讲说 现在大家虽然说Y2K的风格回来了 但是没有人会再穿裤子外面再加一个裙子 就是以前那个Paris Hilton超喜欢这样穿 但现在你这样穿的话你就会变成 就录像的焦点 就是唱瑜伽 对 他就说现在没有人会这么就是金式的打扮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欢现在这种有点 嗯 现代融合2000年的这种风格 然后刚好很幸运就是因为 这些风格在二手衣市场是很容易找到的 然后还有很多独立小品牌 它们也会有点类似复刻版的这些 就是风格在设计新的衣服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蛮幸运的 就是比较容易可以找到 就是不是快时尚的选择 然后因为是二手衣的话也不会真的太贵 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很喜欢买Deepop 但是现在台湾买Deepop就很贵 就是运费很贵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虾皮找二手衣 也是蛮多很可爱的商家这样子 对 那如果要推荐设计师的话 蛮推荐一个台湾的设计师叫Jan Lee 然后她的衣服的话大部分都是手工作 然后她最近也有推出一系列是 就是特别强调是环保的 所以她要请很多人去捐衣服 然后她再把它做成新的可能是车库啊 或是景深的就是薄纱的衣服这样 我就觉得很酷 嗯 我觉得现在有蛮多二手小店 她们都会买二手衣 然后再把它再剪裁 就是reproduct 对没错 因为就是现在非常流行crop top嘛 所以有很多人都会买以前的 比较宽松的衬衫什么 然后做成crop top 我觉得那也都非常好看 对啊 那个什么英国有一间vintage店 它也是这个概念 它整间基本上就是有一部分都是在制造 大家如果以后疫情好转走去的时候 可以去看看 在伦敦叫Rocket 嗯哼 哦所以它是你要去现场才买得到它的商品吗 它其实是有网路店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试穿会比较保险 对 因为它衣服就是有些偏辣 你要确定你塞得下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好 然后如果是真的品牌的话 我自己是最近非常非常着迷Jakmus 就是它的男发编织风那种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比较少看到这样的商品 对 对 然后如果你真的要在网路上面找的话 大部分找到也都是美国的线上品牌 那其实那些品牌据我所知并没有到非常永续 但是Jakmus的东西我现在真的买不起 好贵 平台上有哦 AK 租 对 我觉得就很适合租 就是假如说你租你觉得它是你的真爱 你就会觉得说好 那我之后存钱目标 就是朝它前进这样 对 我觉得Party Girls可以注意 就是因为Jakmus有出一款那个包包是这么 我还在那边比没有人看到 是小肺包 对 小肺包是一个手长大 真的 然后之前是因为有一个美国女星叫Lisle 她带了那个包包去参加那个活动这样子 然后就非常红 因为你一个看起来正常人的size 但却配了一个很像小人国的包包 就很可爱 可是我觉得它是可爱到你 你只要把它当单品使用就好 就你也不要想说它有什么实用性 但它就搭配起来会非常可爱 你应该会变全场焦点 对啊 因为它那个商品 基本上就是在Instagram就是破了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想要买 但坦白说它真的是实用性太低了 对 它更小的好像连AirPods都装不下吧 就只能装一只钥匙那种 对啊 就是真的是你没有办法使用啦 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很幽默 但又抢眼的单品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很喜欢这种设计 就真的很喜欢这设计师 也喜欢这个单品的设计 你可以当做收藏去买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预算做这种收藏 那如果你想要穿搭还是可以试试看的话 那就现在有多这种平台可以让你试 就比较不会说你一定要硬着头皮买下来 可是再也不会用 对啊就说不定哪一天你会参加一个派对主题 是请你想办法用最小的单品搭配之类的 就可以找找看 可为难人喔 对像我自己就很想要BB的编织包 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说如果之后平台上面有的话 我就要租来杯杯 我跟你们讲我还在平台上许愿 但貌似还没有人捐 拜托听到这个the podcast的人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大概询问一下Charlotte 然后她有介绍说他们的平台其实是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己去上面建立一个 有点像个人档案 然后上传自己想要放在平台上面被租借的商品 所以就是其实你们如果有想要租借的品牌 或是单品的话都可以去他们的Instagram吗 还是有其他方式可以去许愿 小编会开许愿池 然后就是你们可以来许愿 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许愿的时候 别人可能看到的时候才会发现 哦其实也有人想要我的东西 这样我没有在用的时候我也可以拿出来 不然大部分人可能都想说 这应该没有人要用了吧 然后就一直放在那 对 对 可是拿出来租借还可以赚钱 哦真的 这根本就被动收入 现在大家不是常在说 如何赚取被动收入 我觉得很像欸 对啊这其实是真的被动收入 因为你就是放在那 看有没有人要租了 而且其实是 我觉得是有点像稳赚不赔的生意 因为你通常会被大家租借的包包 它本来的价值就不低 所以其实你只要保存良好的话 说不定到时候再转卖 也可以卖到不错的价钱 而且你这样自己用那个价钱都回本 对对对 哇天哪 突然觉得是不是要投资一口 你说投资买了专门放在上面给大家租 好那我希望这个愿望我被大家听到 只有编织包的人 请关注租你的包包 我很想背 小费包应该也会有 我觉得 我很想要租欸 我很想要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材质什么的 我们有巴黎四家的小费包现在 Overglass 对对对 哦好我去看看 刚上线吧大概两天前吗 对 那像南发风格设计 我觉得可能Ganny啊什么 还有什么Lisa Segar 还有House of Sunny 我觉得都是这个风格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查查看 然后他们都是比较走永续路线的 嗯 哦我超级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些品牌 平常就会一直空谎他们的IG然后流口水 买不起真的买不起 哎我们平台上面也有个阿妮 我自己其实也有买一双Ganny的靴子 就是真的价格比较高 但这是我就是硬着头皮买 因为就我觉得其他的一些可能快时尚牌子 或者说网牌的牌子可能也真的做不出那种设计 好那既然因为我们刚刚聊到我们自己觉得比较永续的牌子 还有我们一些喜欢的穿搭风格啊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就是认真来聊一下 就是在OP你们就是经营的一些理念啊 然后还有你们是如何帮助大家可以就是你知道买到很漂亮的东西 或者是租借到很漂亮的东西 但同时也可以就实践环保的购物这样子 当初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就读fashion marketing 然后蛮了解说fashion industry后面的一些不环保的制造方式啊 比如说一些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鞋和工厂跟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都非常不环保 然后也是第二大污染的产业 所以我就在思考怎么在fashion跟环保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想法 慢慢的就出现了这个共享时尚单品的一个模式 就有点像Airbnb 但是它是时尚界Airbnb这样 你这样解释我觉得很清楚欸 就是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就是像时尚界的Airbnb这样 这口号超棒的欸 对对我也觉得 可以打在IG的名字下面 不行你要看Airbnb要不要给你一票 共享经济的概念 对对对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就是时尚这种东西一般人真的很难接触到 所以其实大家也没有到真的很了解说 哦那时尚产业是像他刚刚提到的竟然是第二个第二大污染产业 所以透过这样的平台你可以用租借的方式 你可以大概体会一下说那时尚到底是什么 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些单品搭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租借时尚对于环境会带来什么好处 那其实讲出来我觉得会蛮惊讶的是你租借一件洋装 你可以省下的是五棵大树或是一千五百公里的碳排放料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蛮可观的 你看十个人如果租借一件洋装那省下的是一万五千公里 那如果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对我们的环境的改善是很可观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慢慢去转变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还没有那么习惯说有想要穿或想要穿戴的东西 是可以用租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要买我一定要拥有 可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应该都经历过说你买了东西 结果他真的只穿一次 或者是衣柜里面就有一大堆东西可能都只穿了十件 那那些就是放在那边的东西就很可惜 然后你也不会把它去丢掉 但是你可以让他用新的生命 或者是有新的人去穿它 而且非常喜欢它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感受 对 而且不一定要租也可以是卖二手或是买二手 其实都是挺好的 好 那就我还蛮想知道说那你们一开始在找说要出借的这种货源的时候 你们是从什么样的模式开始的呢 大部分就是先从身边的人开始去问说 你有没有就是闲置的单品 结果一问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收集货源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我觉得是主要是想让大家都习惯这件事情 让大家明白说这是一个很常态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所以这平台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除了租借之外 就更希望大家可以把环保的这种想法融合在生活里面吧 想大家习惯这件事情 习惯就不难啦 因为你们在IG上面有一些类似 跟大家就是聊一些品牌的背后的故事啊 或者是跟他们讲说 就是这样的观念我们怎么样实际在生活中运用 或者是在上面出借的人也会跟大家说 我自己也有租别的东西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觉得一些价格太高的东西 无法入手是因为你没有更深入去了解品牌背后的东西 所以其实想透过一些简单的小故事跟大家讲 让品牌更有吸引力吧 或者说让大家认识更多不同的品牌这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我都聊了什么 那如果说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出借我的包包的话 那我是可以在我自己的家里完成这一切手续对不对 可以可以就是你自己可能有包包 然後你不可能每天用 你就放在家里 可是你就是把那个单品上传嘛 到网站上 让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有人想租的时候 你再自己出货就好了 就你根本也不需要拿给我们 是除非你真的不需要 然後你一次很多单品数量 你想要直接交给我们管理的话 才放我们公司 不然的话你还有可能想要用的话 你就直接放在家里就好了 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听起来 你们就是提供消费者是可以直接从自己的家里完成所有事情 所以他可以自己出货 那要是他自己出货 然後再收回来的货品发现 他租借出去的东西是有被损毁的话 那这样子平台会怎么处理 我們平台有实名认证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們是可以找到这个人的 那我们还是会希望说 在客人出货的时候 用他的手机拍下这个货品的照片跟他的状况 那因为手机上面会有这个照片的时间跟日期 这样我们在发生争议的时候 就可以依照那个照片去判断说 这个物质或者是尊毁是从哪边来的这样 所以我们会建议出租房跟租借房两边都 就是用手机拍照去记录他们收货 或是出货的当下商品的样子 所以每一个就是不管他是不是要租借 或是他想要出租的话 他都需要实名认证对不对 对 就是确保这个community的安全性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不管是你是出租还是你是租借的人都会蛮放心 因为刚刚我们就讲到说就是会租借嘛 那我就想知道说有没有人他租借或是他出租之后有给你们一些反馈 或是他说他觉得这样的模式非常棒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这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蛮多就是客人都很开心 那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有客人他其实是要从美国回来的 然后他就是特地扛了一箱他不想要再穿的洋装 或者说他觉得也不会再穿的一些单品 他就这样扛回来 然后那些单品就是由我们管理嘛 然后我们看真的都很漂亮又很新 而且每一件就是设计感啊 或者说材质上都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价格就是在那里 那我就觉得说有人从美国飞回来还特地扛了这些东西给我们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也慢慢的投入这个平台 像他那些洋装他不会再穿那一定有人可以在某些场合使用到他 那我觉得他的东西就产生了二次的价值 不会就这样子他不再穿之后就没了 我觉得这是比较让我们感动的吧 就有人真的愿意为了这个理念 然后扛了一箱的漂亮的洋装回来 我真的觉得这很感动耶 因为他大可以在当地就把它处理掉 他自己本身有想到这个处理方式 我就觉得是很开心大家现在对于环保还有时尚是有在思考 说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 对 而且我就很大方 对啊 就是说他愿意付出这些东西 然后是为了让更多人他可以用很低的价格 然后可以在他真的很需要的时候租借到这件洋装这样子 哇你真的越讲我越觉得他就是Airbnb 对啊 非常方便耶 对啊 像这次Christmas那个客人的洋装就租出去很多件 那我还蛮好奇就是毕竟你们平台如果是专门做比较精品的话 那会不会有人就是他提供的东西其实是假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假包啊或者是假的设计师品牌的东西真的还蛮泛滥的 就是他甚至有可能他自己本身都不知道这个是假的 他可能用了很久然后他也想到这个概念 他就说欸很不错啊然后就放上去 他要怎么确认你们平台会怎么确认它是真的东西 就是为了保障这整个过程都是安心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包包的买卖的时候 他必须先回公司那个包包 然後我们会用Entropy公司的技术去做鉴定 那Entropy它是LVMH旗下投资的精品鉴定公司 所以那个结果绝对是可以安心的啦 就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如果我们鉴定出来是真的那就肯定是真的了 那如果像他租借估价的话 那个是你们会帮忙估价 还是说那个卖家他本身可以自己去开一个价格 那个价格是他自定的 我们想要就是让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商品的价格 所以我们不会说你一定只能多少出租这样子 只有在卖的时候你们才会去确认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其实不会去要你更改你的价格什么的 我们只有我们是负责鉴定你的包包的真伪这样子 确保卖的人一定会买到整包 嗯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Vintage包他们都会跟你说 哦 你可以去验货啊什么的 但又怎么验啊 但我们就是会帮你做到这一步 所以就变成是说你们做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安心说 我在这边买到的东西它就是好的 它就是真的这样子 对 然后帮大家那种实名认证这样 确保一个租借安全 嗯 你就你比较不会跟一个幽灵账号做交易 嗯 对 哦 这真的很安全因为其实国外非常多的 我觉得这种比较高单价的东西很容易会有诈骗 特别是透过网路的话 像是eBay上面哇层出不穷 真的很可怕就是大家自己搜寻一下都找得到相关资料 对 然后我自己觉得他们平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是 就是用户他不仅上传他的商品之外 他们还可以有一个是叫Alllook的功能嘛 就是他可以为自己的商品 譬如说拍一些可能他实际使用的传达照 所以可以让其他如果你想租借或是想购买的人 他可以大概知道说 诶 那这个包包配合什么样的风格会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这个风格是不是适合我的这样 它的页面是有一点像社群平台的概念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里面有一些人感觉就是非常会传达 那假如说你很喜欢他的东西也许你就会继续期待他以后 会不会把更多东西拿上来租借之类的 就可以去follow他这样子 就如果你有比较喜欢风格然后你找到那个人单品跟你风格 就是是你喜欢的 其实你可以追踪他 嗯 他就是你就可以确定他有新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 对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点也是建立社群感 也不是只是商品的买卖这样子 对对对 诶 那如果我今天看到譬如说假设 现在云朵包很热门嘛 那我可以去上面排队说我要租借这个云朵包吗 还是你们租借的时候是要选日期的 哦 我们不是用排队的就是 他就是会有个日历告诉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租 那如果那一段时间不能租可能就是说有人租走了 嗯嗯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决定你要什么时候使用 嗯 哦 而且我觉得他们刚刚说到既然可以自己定价的话 就是消费者也可以自己去比对说那跟谁租比较便宜 对 对对 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蛮好的耶 大家聪明一点喔 对啊对啊 就是那想当然而如果比较便宜的话一定会比较难足蹈嘛 嗯嗯嗯嗯其实我觉得是看大家 因为他说不定他那个颜色就很稀少啊 嗯嗯嗯 对啊就是其实精品他除了一个供定价之外 他还有设计感抢不抢手啊等等的 嗯哼 那你们会呃接受大概几成新的包包或者是商品 要看 就是 当然不能太旧 也不能说已经破掉 或者是 就是 很破损这样子 但是如果是一些 很旧的商品 但保持的很好 然后是vintage 这些我们也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 它还是一个 在很好的状况下的话 我们就是还会给 除了那个本身商品的商品照之后 还会给食品照 那你们商品照是 客人自己拍好 你们帮他编辑吗 对 就是客人自己上传的时候 自己上传商品照 然后我们就会帮他 就是去备第一张照片这样 难怪你们网站的照片 都那么漂亮 我想说怎么 大家都那么会拍啊 对 我甚至以为是 他们可能上传 自己实穿的照片 然后你们会去找 可能品牌本身的照片这样 有一些会 但是 通常像这种 我们就是 帮他做去备 让整个首页 看起来是比较干净 那你们会去挡掉一些 可能看起来非常破旧的商品吗 会 所以就你们 也有人是专门会定期去看 大家上传的东西 是不是刻意被租借的 一定的 就是会去管理这个货源吧 就还是要逛起来 让大家觉得 逛得很愉悦 对 你总不肯租一个 完全没办法再用的东西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 就是聊了一下 我们自己对于 嫖绿的概念的想法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 对时尚一些小观察 那因为我们自己 就我跟宇杰 我们自己本身 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很开心 可以跟OP的Charlotte 还有Alice 然后一起聊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用 平台 或者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然后在快乐跟永续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 因为就是 有时候有序的消费 可能听起来感觉 好像是说 你好像什么都不能买 然后或者是你只能买 特定品牌的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 还是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买到 很适合自己的单品 或是不用花 超级多的钱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请到OP的两位 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OP也要提供一个 折扣码给我们的听众 如果呢 你有认真地 听完这次Podcast 这里有折扣码 AFGC250 然后你可以尝试看看 第一次的 永续时尚的组解 这样子 所以折扣的金额会是 250哦 OK好 所以就是恭喜 有听到最后的你们 对 所以因为我刚刚 大概看一下 他们的网站 真的是 我觉得价钱到 非常的合理 因为你可以用 1000块出头 甚至5000块以内 就可以租到 很多设计师 品牌的东西 对 所以如果你有使用 我们折扣码的话 你就是可以 千元有找地 租到这些东西 那我们要在哪些平台 可以找到你们呢 除了你们的 官方网站之外 那大家可以搜寻 Instagram OHPHIRE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对 然后他们的 Instagram上面 就是刚刚也有提到 Alice会在上面定期 可能偶尔会在线上 直接收大家的许愿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不会一直跟他 跟大家讲一些 环保理念的东西 也可以分享一些 时尚的东西 如果你很喜欢的话 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对 然后你就可以定期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 会上什么样的新品 让大家逐渐 对对对 而且上面很多照片 其实也是那种 就是可以当做 传达灵感 像我上面就有看到 就是一些编织报的图片 超级漂亮 加深想要拥有的 那个欲望 还会分享一些 时尚小知识 这样子你就可以 就是在朋友面前 炫几招 快点关注起来 好那希望大家 听完这一集的话 有就是各式各样的心得 都可以在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或者是 寄信到 Afternoon Girls Club at gmail.com 跟我们分享 你的收听心得 你也可以投稿到 我们的来信单元 跟我们分享 你对时尚 或者是永续 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对 那也别忘记追踪 All Fire他们的 官方Instagram哦 耶 好 那午后女子会 上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